女人拿起保鲜膜一层一层缠在自己脸上 把整张莲果的严丝合缝 直至五官逐渐扭曲 然后用手按住底部让自己完全无法呼吸 很快她就被憋得快要窒息 就在即将昏厥的最后一刻她再也忍不住了 拼命撕扯保鲜膜 可由于刚才缠得又厚又紧 根本找不到裂口 她只好从嘴巴处使劲将保鲜膜抠开 才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与死神擦肩而过 然而女人这么做并不是想要自杀 只是她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固于完美 完美到让她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显得不真实 自从和丈夫搬来这个小镇 就觉得每天过得虚无缥缈 精致且无趣 每天早晨小镇所有女人同一时间 募送自己老公去上班 而这里每个男人的工作都是程序员 上午女人们一起进行行体训练 下午游泳晒日光浴喝下午茶 时间充沛悠闲舒适 博美觉得这样的生活虽然安逸到无可挑剔 但却十分枯燥乏味 然而这天发生了无法解释的诡异事件 让她更确信她周围的一切可能都是假的 博美正在擦玻璃 结果身后的墙壁突然朝她慢慢靠近 很快她就被挤在玻璃和墙面之间压得无法呼吸 下一秒又自动恢复了原样 她第一反应是自己产生了幻觉 可看着玻璃上留下的粉底液 让她陷入了沉思 做饭时博美发现她买回来的鸡蛋是空的 她一个接一个捏爆 竟然全都是空心蛋 让她更加怀疑现在富裕生活的真实性 在博美潜意识里觉得这并不是自己本来的生活 她原本应该有着自己的工作和爱好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整天无所事事虚度光阴 奇怪的是自从搬来这里 她似乎就失去了以前的记忆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从这里走出去 每天只能在划分好的区域内活动 她很好奇小镇之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 于是她坐着大巴准备走向小镇的镜头去一探究竟 可司机开到一半却坚决不肯再往前走 还说只有在这里才能保证安全 紧接着博美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女人在大巴车上亲眼目睹一架飞机从高空坠火 落在了不远处的大山里 她告诉司机我们应该立马前去救援 司机却说她什么也没有看到 而且坚决不肯再往前抬 表示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就脱离了她的安全范围 博美被司机的话搞得一脸懵圈 她只好独自下了车潮坠机的方向跑去 眼看李小镇越来越远 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变得虚幻 博美的意识也逐渐恍惚 她翻越了整座大山 都没有发现坠机现场 而是找到了一个透明玻璃笼罩的神秘大舱 她缓缓将手扒了上去 紧接着玻璃连同博美的身体都开始发红滚烫 直到她被烫晕了过去 当她在醒来时发现自己居然躺在了家里的床上 甚至分不清白天发生了一切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 第二天她接到了一个邻居打来的电话 对方哭着对博美说 你周围的一切都是假的 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离开这里 暂且不要相信任何人 尤其是你的丈夫 话还没说完好像就被什么人带走啊 博美只觉得莫名其妙 结果刚一出门 就看到邻居站在自家房顶上拿着刀片自杀了 博美赶紧回家质问 丈夫我们为什么会突然生活在这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里的男人们每天上班下班完全统一 工作内容又到底是什么 面对质问泰迪却选择闭口不言 还说这些都是商业机密不能对任何人说 第二天泰迪认为博美精神出了问题 不知从哪找来一名心理医生 博美无意间看到心理医生的包里装着邻居的文件 她故意支开泰迪和医生 然后偷偷打开资料 上面写着邻居因不服从治疗 已被踢出小区 更奇怪的是当晚男人们的公司举办晚宴 博美发现邻居的丈夫受邻居的牵连也被公司开除了 聚会上所有女同胞们经过一番交谈后 博美得知 他们所有人的记忆都停留在一年前 就是他们一起搬到这个小区的时间 她怀疑女人们的记忆都分别被他们的丈夫集体删除了 回家后博美对泰迪说实在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 哭着请求泰迪带自己离开 泰迪只好答应 她带着博美上了车 博美强制拖走 带去了手术台上 恍惚中博美听到有人再说即将再次对她进行记忆删除 以打消她对小镇的怀疑 当她头部遭到电击 又看到面前的女医生 她曾经的记忆居然瞬间被激活 她突然想起自己以前也是一名医生 丈夫泰迪是一个失业许久的程序员 两人住在平民区 日子一直过得很拮据 泰迪不满生活的现状 加上博美愈发嫌弃整日无所事事不思进取的泰迪 所以泰迪参加了一个名叫胜利计划的秘密实验 通过科技连通人的大脑 消除原有的记忆 精神和意识通向另一个虚构出的完美世界 而现实中的身体将被永远囚禁 男人们白天去上班 其实就是退出系统回到现实世界去赚钱 才能支付胜利小镇的费用 而且还要在现实中照顾妻子躯体才能维持生存 泰迪知道理性又现实的博美 绝不会同意参加这项实验 所以泰迪擅自做主 趁博美睡着后 强制将他带进美好的虚幻世界 此时已经恢复记忆的博美赶忙开着车逃跑 所有的红一男也接到了上级的指令 对博美进行逮捕 博美虽然跑了出来 却只能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如何才能退出系统 这时他突然想到大山后面的透明玻璃罩 那里也许就是出口 于是他奋力朝那边驶去 红一男就紧跟在后面疯狂撞击着博美的车 还试图用手将他拽下来 左右围攻的同时 正前方也再次出现一辆车堵住了他的去路 他灵机一动猛踩刹车 博美终于跑到了出口 可他突然想到 一旦回归了现实 就将继续过着拮据的频繁生活 每天会为了生计而发愁 会因为柴米油盐而苦恼 不过这里虽然富裕安逸 却也让人停止了思考 生命就变得没有意义 博美清楚地知道人总归是要认清现实 脚踏实地地努力生活 于是他两双手放上玻璃罩瞬间闪会 结束了这场看似完美的虚拟人生 现实生活一地鸡毛 虚幻世界一片安详 如果是你 你会如何选择呢